注意看深夜的太平间里,突然 保安察觉到异常,他打开手电筒上前巡视 见过停尸房的冷藏柜,不知为何被打开一个 里面的尸体不翼而飞 下一秒手电筒突然没电,背后好像有人一闪而过 保安赶紧过去追,突然 保安吓得扭头就跑 想打电话报警,手机就不小心滑进隔壁房间 正当他想打开门寻找手机时 一个神秘人突然出现在他身后,一棒子敲晕保安 而丢失的尸体正是眼前男人过世的妻子 但男人似乎对妻子的离世并不在乎 他来到卫生间,滴上眼药水假装流泪 面对亲朋好友的安慰,男人显得十分悲痛 等到男人离开后,男人活速变脸 立马驱车来到情人住处 二话不说,直接开始运动 而警方也开始调查起太平间的这起诡异袭击案 为什么说诡异,因为案发当时大楼刚好断电 监控失灵,并且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凶手的指纹或脚印 警方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丢失的女尸身上 原来女尸生前是一个财法集团的董事长 后来找了小鲜肉教授结婚,两人看似恩爱 殊不知,丈夫已经在外找了小三 而且小三已经怀孕 作为失踪女尸的直系亲属 警方立马传讯男人 开到半路,男人慌里慌张地抠掉车上的罚管条 接着开始收斗 回忆来到三天前 原来当时男人在妻子红酒里下了药 因为妻子是个控制狂 仗着自己有钱为所欲为 男人被搞得很难受 看着妻子喝下红酒 男人这才安了心 时间回到现在 警方立马对男人展开审问 可能因为心里有鬼 男人略显慌张 但稍作调整 他立马把矛盾转移到警方身上 警方问起男人 你老婆生前有没有什么仇人 或者生意上的敌人 结果都被男人否定 此时 但男人还是十分冷静 没有露出丝毫破绽 随后队长表示 凶手没有动过其他任何尸体 所以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偷尸案 队长继续推演 因为地上有一道划痕 凶手在搬运过程中 防止门自动关上 搬运了旁边的柜子抵住门 所以凶手肯定是一个人 随着询问越发深入 队长已经开始怀疑起 男人的作案动机 男人会被识破吗 这个男人 妻子的尸体离其失踪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医生怀疑 但这种案例少之又少 队长又问起男人 你老婆有没有出过鬼 但男人一口否定 接着警方又问起男人的行踪 这可怎么回答 那段事件自己刚好在和情人私会 但随后男人表示 自己去了药店 还从刀里拿出药丸 队长还没放弃 他拿出一小块碎纸 是从男人余刮器上抠下来的 但这又能代表什么呢 男人继续把责任推到警方 丢弄尸体上 随后他表示自己要打电话 队长欣然同意 两边正休息着 突然警局也断了电 下一秒 男人感觉背后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但背后就是停尸房啊 他上前一看 停尸柜里突然出现一个不明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正是自己给妻子下毒的毒药 男人赶紧把药水装进口袋 而这一幕 刚好被队长看见 他立马上前夺下药水 正当众人僵持不下时 局长突然打来电话 让队长立马奉人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队长坚持 让法医 鉴定出药水成分后 再释放男人 男人开始脱关系 打电话 借口来到卫生间 又给情人回了个电话 打着打着 他发现窗户旁 突然出现一个不明信封 回忆来到一个月前 当时情人出了车祸 男人赶紧去车去接他 正安慰着情人 他一扭头 一辆黑色轿车 立马启动开走 回到家中 男人十分慌张 还以为那辆车 是妻子派来监视自己的 在妻子面前 男人永远都像一只 听话的小白鼠 不敢有任何怨言 时间回到现在 队长掉来附近路上的监控 上面没有显示任何可疑车辆 他推力出尸体 应该就藏在附近的山上 随后警方找到男人的小姨子 了解情况 谁知小姨子 竟然收到姐姐手机 发来的短信 接着另一路警察 也发现了附近山上 有大量不明脚印 因为很小 所以一看就是女人留下的 队长刚挂完电话 警局里消防灵响起 四处喷水 男人趁乱赶紧躲进小屋 立马打电话给情人 原来情人也接到妻子手机 打来的电话 男人立马意识到 打着打着 手机进水失灵 男人彻底慌了 到底是妻子假死复仇 还是有人故弄玄虚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男人和情人合谋杀害富豪妻子 结果妻子尸体离奇失踪 随后一系列的诡异事件的发生 让男人误以为是妻子冤魂作祟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情犯赶到妻子办公室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随后局长又打来电话 要求队长立马放人 听完这话 队长陷入沉思 时间回到十年前 妻子和妹妹参加聚会 队长因为工作忙而忘记寄送 随后妻子发生车祸 被撞身亡 而另一边黄虎剑男人又在厕所里 看到那杯红酒 随后局长赶到 看着队长如此执着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好让队长尽快完成审问 队长拿出证据 原来妻子真的固认监视自己 听到这男人直接崩溃 跑到厕所呕吐 接着男人又收到妻子手机发来的短信 我在我们埋藏秘密的地方等你 里面全是自己和情人出轨的照片 他慌了 赶紧打电话给情人 告诉他家里可能有坏人 情人赶紧跑到门口 结果房门被反锁 下一秒 男人绝望了 他向警方坦白了一切 原来情人曾是自己的学生 一边是强势控制自己的富豪妻子 一边是温柔可人的美丽学生 男人直接抵抗不住出了鬼 他分析就是妻子策划了这次假死事件 但队长的一心话让男人无比震惊 警方来到情人住处 就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人居住过的痕迹 情人也是查无此人 眼看男人就要承认犯罪事实 局长发话 男人被无罪释放 他立马驱车来到妻子发的地址 这是一间山间别墅 队长在男人身上偷偷安装了定位装置 于是跟着男人来到这里 果然男人又来到一处树林 一扭头队长就在山后 难道说这里是男人的藏尸地点 但队长的一番话 告知了男人真正的事情真相 十年前 男人和妻子酒后驾车 撞死了队长老婆 在妻子的怂恿下 男人选择见死不救 还把队长老婆的尸体塞进后备箱 妹妹因为被撞到草丛里 才躲过一间 而这里就是良人的埋尸地点 原来背后的真正凶手不是别人 而是这位演技十分逼真的队长 从头尸体到发短信 都是队长在背后搞的鬼 而相处多年的情人 竟然正是当年队长老婆的妹妹 而在不久前 情人也偷偷给男人下了药 是的 跟男人杀害妻子的毒药一模一样 队长和妻子妹妹精心布下这盘大局 目的就是让男子和妻子受到惩罚 接着队长带走了自己老婆尸体 又把男人妻子尸体放进坑中 随着毒性发作 男人落水 但他并没有死 隔天男人被当作杀害妻子的罪犯被逮捕 人赃巨祸 恶人终有恶报 电影结束